世界各地的业余天文学家们经常在月球表面拍摄到UFO 一名俄罗斯网友再次证明了这点 和以往不同的是 本次画面岂是非凡 验证了某些传说 这位网友使用尼康P900 他被称为月球神器 因为他的长镜头足够清晰观察到月球的陨石坑 是网友搜寻UFO的利器 如果您不是很懂复杂的天文望远镜 那么一个好的三脚架加尼康P900是您的选择 这位俄罗斯网友写道 2019年5月18日莫斯科 我寻找月亮 以廉价的三脚架加尼康P900为清晰度而挣扎 一开始 我在YouTube很多视频中多次看到了月球UFO 但并不完全相信 直到这次我也拍到了 从大小 轨迹和速度来看 这些UFO不是飞过月球表面 因为如果是月球表面被拍摄到 那么这些飞船每艘长度都会达到几十公里以上 我认为 它们飞过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近地轨道 如果对比国际空间站的大小 高度可能在100公里以下 例如 这张图显示的是国际空间站经过地月之间的效果 本次拍摄岂是非凡 验证了某些传说 在之前本频道的视频中 我提及了美国空军退役军人查尔斯霍尔的故事 查尔斯霍尔于1965年至1967年期间 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郊外的内里斯空军基地驻扎 担任气象观察员 他和观察站附近的高白外星人保持了友好关系 并在他的书中披露了很多内幕 详情可观看之前视频 他提到高白人在地球建设了一些基地 作为深空穿越的补给维修站 这些外星人的飞船引擎有缺点 急过热的趋势会威胁到其引擎的光纤线圈的完整性 导致高白人最大限度的利用行星引力弹弓 即地球近近和地月飞行路径 这反过来又是能够正确推断预定的到达和离开的时间 这也说明为什么他在满月期间目击数量最多 他有一次观察到多达75艘飞船的降落 而我发现 俄罗斯网友的这次发现和他的描述不谋而合 首先 打开著名的天文软件Stellarium 将时间设定为2019年5月18日 地点为莫斯科 你会发现月亮恰好为满月 查询万年里发现 该日正好是农历14号 如果对比视频中月亮的高度 时间大致在21点左右 视频中 UFO从月球的左上角向右下角飞行 通过Stellarium软件 你会发现 UFO飞向莫斯科的西南方向 恰好是美国西南部地区 另外 查尔斯或说高白人的侦察船为圆角的四方形 使用钛金属黑色 这也吻合视频 因此我猜测 这些飞船正是高白人的飞船 他们似乎和美国政府有一些协议 可以比较放肆地进出地球 如果你是一位飞碟迷 拥有适当的设备 可在月圆之夜 静候他们的出没 您是怎么看的 欢迎留言 订阅 点赞